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最近成都视频赛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 女团这边的比赛已经结束 男团这边的还在继续争夺冠军 那么从目前落下帷幕的比赛 我们可以看到了孙尹萨和陈梦他们确实非常的争气 带领着整个球队就用大比分打败日本队呢 再次拿下了冠军也实现了我们女拼了五年冠 所以可以说这个城下本身是相当了不起 那么很多球迷在看到了国评这一次啊 有惊无险拿下了这个冠军之后呢也都非常的开心 为孙尹萨为王曼玉这些年轻球员的一个成长呢感到开心 也看到了我们国评的未来更多的希望 而且在关注的是就在最近的在这一次比赛落下帷幕之后呢那么孙尹萨这边呢又是喜上加喜 收获了一个更大的好消息 那么对他的个人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整体的成绩呢 也可以说即将有可能留下龙墨仲察的一笔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所以呢想和各位球迷具体的分享一下这个振奋喜讯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孙尹萨 关注国评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目前呢在孙尹萨帮助国评拿下这个冠军之后啊那么很多球迷呢还分享了一个 很好的消息 也就是接下来呢随着孙尹萨拿到了这么好的一个 成绩之后呢 他也获得了进入国际拼联名堂那个资格 可能有些球迷不是很懂说进入这个国际拼联名堂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那么按照球迷科普的一个消息 我们可以了解到呢 对于任何一个世界拼谈的运动员来说呢 他们能够集齐5到10个奥运会冠军或者说市井赛的冠军呢就能够进入国际拼联名堂 那么按照现在孙尹萨所取得的一个成绩呢 他得到的一个冠军的数量已经达标了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国际拼联的一个审核当中 最终是否能够进入这个名人堂呢将会是由国际拼联来决定的 所以其实按照这样的一个消息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呢 孙尹萨凭借他个人的一个努力已经达到了进入名堂那个资格 那么后续如果说没有意外国际拼联这边进行审定之后呢 他就完全有希望能够进入名堂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呢对孙尹萨而言一方面张贤书是他的职业性啊取得一个成绩相当了不起 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是对于他个人的一个肯定 我觉得这份礼物啊对于孙尹萨而言呢真的是获得冠军之后又一份豪华大礼真的是一个相当开心的消息 本身我们很清楚那么孙尹萨作为一个00后的球员那么现在也就只有20出头的一个年龄 在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年纪就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能够拥有这么好的一个希望呢我觉得真的是相当了不起 他在背后其实一方面彰显出孙尹萨个人的一个出色的天赋和能力 另外一方面呢也证明他个人的一个努力和付出呢真的没有白费 我觉得真的是相当了不起的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一下20来岁的孙尹萨这个小魔王在年纪轻轻就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 也注定呢会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留下浓墨仲采的一笔 那么后续呢我们也不妨期待一下国际批联这边呢进一步的一个审核消息 也期待孙尹萨能够如愿以偿 当然最终即便是他这次暂时不能够进入名言堂但是按照他现在年纪轻轻就达到了一个高度以及世界第一呢 我觉得其实进入世界名言堂呢应该也是啊迟早的一个事情 所以大家其实也不用太过于着急 那么我们也相信孙尹萨的他的一个职业巅峰才刚刚开始 那么后续我们国平的大期呢还要由他来扛起 也期待他在后续能够帮助国平 帮助我们国家队争夺更多的荣誉 孙尹萨加油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